現在大家都進到這個完整功能了對不對 你進來之後 我們還是稍微認識一下這個完整功能介面 你如果覺得因為我的螢幕解析度比較小一點 所以我就這個地方我稍微拉開一點 這樣你會看得比較清楚 首先左手邊這裡就是它的一些功能 那些功能 那這裡右手邊這一塊會隨著什麼 你左手邊選的功能不一樣 那在最右邊這個是預覽的 preview的部分 這個應該這樣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寫錯對不對 我現在都只有用螢幕筆沒有用白卵筆 所以比較環保 來你往下走有沒有看到這是時間軸 那如果你比較單純的 其實我們用的這個叫做什麼時間軸檢視 如果你想要用類似我們剛剛那個投影片鏡 不是在一格一格的嗎 那種是簡單的比較方便 你也可以按哪裡按這個 這個就是那一種的這樣了解嗎 你看我把它換一下 有沒有一個一個的 所以看你要哪一種 那麼了解這張概念之後我們先從上面來 有沒有上面叫媒體工法 等於說你所有影片會用到的所謂的素材 包括照片影片聲音通通都是在這裡 好所以我們就從這裡按一下有沒有 匯入檔案跟資料夾都一樣的 好那 因為我們都已經整理這個資料夾 所以我就用這個方式進來點到它 只要你選到你的資料夾檔案就可以了 有沒有 都這樣就好了選擇這個資料夾 他預設就包含紫紫紫要夾 有沒有全部就進來了 那你進來之後呢 請你來這邊 我們總共都要拍幾張我忘記了 他還蠻客氣的 剛剛我們攝影手蠻客氣的 沒有按很多下 那小朋友 青菜皮也兩三百張 所以那個效果會更好笑 你往下走 我第一張先選到 那我要點到這一張對不對 請你先按住Shift 再點它有沒有全部選起來的 好就跟檔案總管一樣 檔案總管一樣 好所以你只要按住任一張丟下來 有沒有全部下來了 但是要記得一件事情 他預設其實我們剛剛標準都一樣 一張照片播幾秒 5秒鐘 你看一下這個 這個地方 我說是5秒鐘對不對 因為他的單位是什麼 10分秒 後面是影格 我們剛剛不是說 如果是24格是不是 24格就是1秒鐘24格 所以24以後就怎樣 會進1秒 這樣有沒有清楚 好那你現在呢 因為我們現在全部選起來之後 這麼多張 你看如果用5秒鐘播 我們先Play看看好了 心臟會停止跳動 有沒有分開我 對不對太慢了 所以這樣不行 怎麼辦 來因為我剛剛已經點了一個 那我不要一張一張設定這樣太慢 你說一張按右鍵 這裡有沒有設定片段屬性 有沒有個時間長度 你可以來這邊 但是這樣是一張一張設定比較慢 所以我在這邊的話 我會把它Ctrl加A 因為我們目前其他 這個軌道 或者你可以用圖層的概念都一樣 其他軌道沒有東西 所以Ctrl加A 就是全部都選起來了 好我按右鍵 這一張上面按右鍵 設定片段屬性 有沒有時間長度 進來了 5秒鐘再見 你就一直往下 有沒有最少是一格 請問可不可以設0-0 0-0是不行的 0-0就不用玩了 對不對 好所以假設我設三格就好了 確定它會變很短 有沒有已經縮成這麼小 對不對 所以我們總長度 你看看大概到這邊 這樣還有大概19秒 對吧 好我們Play看一下 看看 怎麼那麼快 有沒有有點感覺了 所以我剛剛講屁股不要對著我們 這樣知道會差在哪裡 你有沒有發現都沒有看到人臉 只看到屁股在動 所以有時候就是拍照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就應該說創作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人留在上面的 那其實我們也常常利用這種方式做什麼 比如你在創作作品的過程裡面 所以一張一張拍起來 就可以呈現那個過程出來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那待會我們再看 如果是影片該怎麼做 好不好 圖片的部分你就先從這邊 揮錄 如果你已經放在指甲甲 就從這邊進來 那記得我們剛剛講過 你第一張點一下 在最後一張按住秀的再點 那威力導演他還蠻聰明的 你有打勾的 就表示什麼 已經有用在下面 這樣記住了 好來還給你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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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